這次不要再錯過了 上一次一推出就被一掃而空的吃完拉爆米花 現在可以開始預購囉 三種不同口味讓你用早鳥優惠價買到 還不趕快訂起來跟朋友們一起分享 嗨!道士啊!今天我們人到了台中 因為今天我們要來吃一個滷味吃到飽 那一般滷味的話我都是去滷味攤 然後宵夜的時候就夾一夾 夾一夾都要兩三百啊 你夾滷味多少錢? 應該要一百多 那你都夾什麼? 我喜歡吃甜不辣 甜不辣,對 那據說這間是這個全台首創的滷味吃到飽 也是網友推薦給我的 然後他好像開沒多久 然後我們今天是一個晚上的大概 七點鐘來吃看看 那我們就趕快去試一下 究竟吃起來如何吧,Go 兩位有位置嗎? 好,我們坐定位啦 那其實算還蠻快的 大概等五分鐘之後就進來了 然後他這邊的話就是桌邊的這個QR Code 掃一掃就可以點餐 坐在一個麥克風 那個叫什麼? 音響正下方 對 然後我看一下喔 這邊據說就是你就是 掃碼完,點完餐 線上結完帳 然後全部都是採自助的 對,然後就是內用的東西都可以 免費自己夾的樣子 在後面這樣子夾 好,那我們趕快點看看 我們這邊最便宜的話就是這個 139的 高麗菜水餃 對,等於說你花139就可以吃到飽 然後再來的話,我看一下 這裡有一個麻婆豆腐套餐 189 對,我們就點這兩個 然後我發現說他這裡說 入座之後 限時60分鐘 對,所以你只有60分鐘可以吃到飽 好,那我們趕快吧 然後你如果沒有吃完的話 會收 49元的清潔費 對 好,我點好了 剛剛去外面那邊 就是你手機點完之後就去 外面買單 然後他會給你這個 一個大的跟一個小的 他說 大的你可以去裝那個 乳胃就自己夾 然後你不能把這個 裝完之後外帶 你都只能在內用 然後小的他是給你裝雞湯 然後他會再給你這個 取餐的這個 因為我們有點兩個主餐的套餐 對,然後他有開發票 好,那我們趕快先去自助行 夾起來吧 因為他可能就是主餐現做這樣子 這個雞湯可以喝 你想要吃什麼 這裡好像有總共大概 8到9種 我想說是吃到飽 然後就 多來一點 好,那我們的這個 好乳花枝捲套餐上了 那他其實 他其實做得蠻快的 就在我們剛剛 自己去夾了 他那邊大概有10種乳味 所以就把它 全部每一個都拿了一點 其實這樣子夾 如果你是點最便宜的挑餐 139好像還蠻划算的 但是這個套餐 長這個樣子是 199再包含你 可以60分鐘可以吃這些 一直吃 好,然後餐具也要自取 我去拿一下 好,那他們的餐具是這種免洗塊 然後 碗也是免洗碗 就可能會比較方便吧 而且我看 外面就是你吃完之後要自己端去 收拾的 就直接丟垃圾桶這樣子 馬上來試看看這個花枝捲 它上面有一點這個筍桿 很大捲 味道偏甜 味道偏甜 然後裡面有一些 脆的元素 我感覺它 泡在滷汁裡面有點久 所以它有點就是那種 發起來的感覺 再來試一下這個 筍桿 筍桿感覺沒有很 滷到很透徹 是比較偏清爽的那種 好,那我們再試看看這個麵 它上面有加了一點這個 滷肉 肥瘦相間的 然後還有一點酸菜 我本身是吃比較清淡一點點的 可是它我覺得 也是沒什麼味道 不過沒關係 因為 它旁邊也有那種 自助區的那種醬料可以加 我等一下加看看 因為 目前單吃我是覺得有點 平凡 然後我們 最重要的今天是來吃這個 滷味吃到飽 我們試看看它這個滷味 味道如何 嗯 來一點豆干 吃一點明顯 都沒有到很透徹耶 它的味道 目前我只覺得 比較有味的是這個 然後它是那種 泡比較久的 就是它這個主餐的這個 滷花汁 對 我先去拿一下我的這個 水餃 好,我們的水餃來了 這個是 最便宜的套餐 然後它總共有12顆 我們來試看看 趁熱吃 然後它也來的時候是沒有醬料的 所以 等一下我再去拿那個 自助區的醬料 沾一沾 它是那種 皮比較多的 然後餡比較沒有那麼滿 吃起來有點像是那種 超香的冷凍水餃 其實就還OK 香蕉起來的話 我覺得它會比 麵好吃一些些 我再試一下 其他的這個滷味 對呀 裡面的我都吃到了 我自己覺得 這種小麵丸 算是還蠻好吃的 就是 裡面啦 其他都是沒有什麼味道的 有可能它是 就是要讓你自己客製化啦 就是 你裝完滷味之後 再去那個 醬料區 把它加一些醬料 才會比較來的有味道 對,所以這就 這間就是比較符合 你想吃清淡 什麼都不要加 OK 然後你也可以加一點醬 大概是這樣子 好,那我先把這一盤吃完 再去裝一盤 喔,它這邊的醬的話 有這個 原味乳醬 等一下我們加一點看看 還有這個 古早味 蝦皮辣醬 三杯醬 泰式酸辣 沙茶醬 好,我加了一點泰式 跟這個原味的乳醬 那剛剛我原本以為 它的原味乳醬 顏色會比較深 其實它 倒起來的話 是那種比較 半透明的那種醬 試看看 有加好很多 因為剛剛原本是吃 都沒什麼味道 所以大家就是 都可以試看看 反正就是 都自己調味 水餃也可以蘸一下 這邊的 酸彩 我們再去夾一碗 好了,我剛剛又再去夾了一碗滷味 然後我們來 喔,它有補蔥花 原本沒有蔥花 蔥花 加爛 然後 這有泡菜 來試看看 吃點泡菜 百香果脆片 這一次我想要來一點 古早味 蝦皮辣醬 我很常用蝦皮 但是蝦皮都不著 快哭了 喔,這看起來不錯的醬 好,我再去拿了一碗 然後我剛剛不是沒有加醬嗎 這次第2次我就加了 蠻多的這個配料 像是 蔥花 好,我們趕快吃啊 反正我就加了一點 蝦皮辣醬 沾一下 它這個蝦皮辣醬有個蝦味 有點像是XO醬 就是這樣吃 有達到一點加乘的效果 剛剛直接沾吃 確實是蠻無聊的 這樣吃才對 百香果脆片是那種 酸酸甜甜的 然後甜味極多 再來試一下這個泡菜 然後他們旁邊有那個 雞湯可以裝啊 我有裝了一點 吃看看 雞湯就是比較清湯的那種 所以喝起來就是 可以去油解膩 我們去加一點調味 讓它更好吃 好,我就去加了一點 我們 一直都還沒有嘗試的 這個三杯醬 試看看 然後這個是我們點的這個主餐啊 對 吃看看三杯醬 一言難盡 跟三杯完全沒有關係耶 不知道耶 你吃看看 你知道三杯雞嗎 這不是三杯雞的味道嗎 它不是三杯啊 有一點像 有一點像 但是又 擦得有點遠 它好像就是擦邊球 對 大爆頭這樣子 對,我還是比較喜歡 蝦皮的那個醬 我們就 出去外面收一收 來做個結尾 來 吃完了 那我們今天呢 來講一下 用餐心得好了 其實 像是 我是覺得它沒有到特別的透徹啦 就是在這個 滷汁方面 因為 其實我們兩個吃起來 都覺得說 它好像 就是 味道沒有進去 你知道嗎 就有點像在吃 關東煮 如果我們一般外面去吃那個滷味啊 它那個 滷汁的程度 滿分10分好了 外面應該會有8分 那它呢 應該是2到 3分這樣子 然後 它呢 又很像是 泡很久 所以每一款都有點泡泡的感覺 總之我是覺得它是一個 可以吃飽的這個味道啦 然後像 也不會讓我想要再 重複去續 對,然後 我覺得如果加了一點 蝦醬的話 會相對來說 比較好吃一點點 然後它的主餐呢 我也是覺得 還有蠻多可以進步的這個空間 大概是這個樣子 你覺得 不要再問你了 對,大概就是這樣啦 回訪意願喔 除非今天真的很餓 然後沒有東西吃的時候 可能會回訪一下 大概是這樣 好,那如果喜歡看這種吃到吧 謝謝記得 鈴鐺跟訂閱給阿祈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